第六集,大结局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洛基的大结局 这集中,征服着康惊喜现身 而且一如传说所说,洛基将会有第二季 片尾彩蛋确认了这一消息 洛基将在第二季回归 这是Disney Plus第一季漫威新剧首次出现续集 之前的旺达幻是猎鹰东兵,也还没有第二季的消息 洛基其实很早就有续定的传言 如今正式宣布,看来漫威对这部剧信心满满 而且它的表现也的确不负众望 可能有些人对大结局并不是很满意 这集的确有了大段的对白 看观大场面的观众,总会觉得对话有些平淡枯燥 但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很多人生哲理 比如为了达成某种正义的目的 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卑劣的手段呢 假设这些手段是达成目的的唯一方式,都是否可以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呢 另外时间小姐许诺两人的条件,会不会是征服着康对继任者的一次考验呢 如果两人当时真的信以为真 那么等待他们的,并不一定是得偿所愿的大馅饼 这样一来,体现了康的良苦用心 并且也符合了漫威一贯对反派人物的设定 他们的恶毒,都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苦衷 洛基和谢维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来到了神秘城堡 然而面对遗存者却毫无应对之策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主动亮出了白旗 但谢维历显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谢维历尽从小就遭到这家伙的祸害 这梁子结得是此此时此时 遗孙者讲述了自己的过去 并希望洛基和谢维历能继续自己未尽的事业 表面上,洛基和谢维历是同一个人 但此时却也产生了分歧 这其实并不奇怪 即便是我们自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境下 也会做出不同的抉择 最终谢维历给了洛基一个甜枣后,摆了他一刀 洛基连滚带爬地被踢回了时间管理局 多元宇宙的大门,就此打开 我之前猜测幕后的boss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洛基 虽然被打了脸,但仔细想来 这个设定既揭开了多元宇宙大战的序幕 也为第二季洛基做了铺垫 征服着康,的确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实如果能把他之前的故事单独分出一意呈现给大家 也许会更符合大众的口味 因为这季可以避免了大豆对话的沉闷 也可以更生动地呈现那段斗争的精彩 但洛基只有6集 把这些都演出来确实有点紧张 可能也是因为经费有些吃紧 毕竟今年漫威推出的重磅剧集和电影太多了 不过相信大家最欣慰的 还是看到洛基和谢尔维稳到了一起 很多小伙伴调侃他们这是自己稳自己 其实我倒是觉得两人的关系 并不太像一个人 除了性格方面可能有些相似 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两个人的感觉 开始有些人还不太认可他们的婚事 但我从一开始就挺看好这对新人的 毕竟洛基也老大不小了 你们不会想让他孤独终老吧 而且有小伙伴给我留言 想让洛基带着谢尔维回复联 毕竟丑媳妇还是要见公婆的 大结局落幕 其实仍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悬念 下面我们来看看悬而未居的问题是什么 为什么谢尔维小时候被修剪 谢尔维还是在孩子时 就被TAV从神圣时间线中带走 但却从未解释过他做了什么事 引发了关联事件 谢尔维本人甚至对罗文娜提出过这个问题 罗文娜没有正面回答 但很明显 她在回避着一些秘密 在大吉局中遗孙者声称 她相信洛基和谢尔维是唯一能够取代 她成为TAV的负责人 并且声称自己无所不知 所以可能的解释是 她可能知道了如果绑架谢尔维 她长大后就会成为接管TAV的女人 又或者她可能还要达成某种目的 这一悬念 应该会以某种方式 在洛基第二季中得到答案 罗文娜去哪了 当洛基和谢尔维在城堡里听遗存者的独白时 莫比乌斯正在质问罗文娜 关于她的操动时间管理局 以及隐瞒真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时 她设法逃离了莫比乌斯的挽留 据说是为了寻找自由意志 但我们从未看到她去哪了 根据推测 她也许得到了康的指令 去做一些康被杀后的准备 这也许和洛基进入巨大康雕像的TVA有关 康是不是说了真话 洛基大集集中用了很大的篇幅 让康解释TVA背后的真相 她是31世纪的科学家 发现了多元宇宙的存在 并且每个宇宙中都有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这最终导致了多元宇宙的战争 最终这个版本的康获得了胜利 创建了TVA消除了多元宇宙 她的话貌似无懈可击 但这是事实吗 我们还不知道 她之前向大家展示的 便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 她首先声称她知道会发生的一切 然后几分钟后 又声称她不知道洛基和谢尔维最终会有怎样的选择 这种狼来了的话听多了 我还真不敢轻易相信她 她所说的一切 可能又是一个谎言 何去何从的谢尔维 洛基第一季谢尔维的故事 她从自己的时间线中被TVA拉出 并开始了前半生的逃亡 她毕生的信念就是摧毁TVA 以及创造她的人 大集剧中她终于做到了 好吧 那么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时间尽头的城堡中 她推然而坐 但现在的她却拥有了一块神奇的手表 她似乎具有比时间重制器更强大的功能 那么她会用它做什么呢 我们可能要等到第二季才能知道 为什么谢尔维的王冠只有一根基角 谢尔维的出现 我们发现她与其他版本的洛基不同 她的王冠只有一个基角 在剧集开始就有粉丝猜测 这是她出身的线索 她声称不想被称作洛基 所以她也许根本不是另一个版本的洛基 那么会不会是她杀死了自己时间线中的洛基 然后取而代之呢 她小时候就被TVA带走 那么为什么会丢了个基角呢 虽然这不是本局中最大的谜团 但我仍然很想知道这其中的故事 洛基现在在哪儿 随着结局落幕 我们看到洛基最终被困在另一个版本的TVA中 这一点从莫比乌斯和黑大姐不知道她是谁可以看出 就在这时 她看到TVA原来的时间守护者雕像 被康的巨大雕像所取代 那么她现在在哪儿呢 如果我们哪是否回到过去 更改变了TVA 这是另一个替代主时间线的TVA吗 如果这个TVA存在于主时间线之外 又为什么会有多个TVA 显然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洛基第二季的主题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异变体吗 洛基为漫威宇宙做了几项重大的补充 其中最重要的 莫过于异变体这个概念 熟悉的漫威角色被其他的版本替代 新演员也自然而然地被展现给大家 我们在这部剧中所看到的异变体 大多都是洛基 但如果有了多元宇宙 这意味着每个漫威角色 都可能会有自己的异变体 这么看来 漫威还能再变一百年 眼下疯狂的多元宇宙中 奇异博士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时间小姐怎么办 她是TVA中开朗的吉祥物 还是更加险恶的帮凶呢 这一中所展现的 她似乎知道比她透露的更多 到了大结局 她不再是计算机程序的化身 而是拥有了自己独立人格的角色 尽管她帮了罗文娜 但她似乎并不隶属于罗文娜之下 她花了很长的时间 给罗文娜传送了一份重要的档案 这份档案中又有什么秘密呢 她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康死后 谁才是她的真正老板 若基第二季 将如何融入漫威宇宙第四阶段 片为彩蛋表明 若基是第一个回归第二季的剧集 但却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日子 我们所期待的多元宇宙 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呢 她会不会在奇异博士2中和我们见面 又或者与奇异博士2同时上映 若基第五季的确是很怪的一集 仿佛是漫威的彩蛋没看住 一不小心掉了一地 片中到处都充满了彩蛋 这导致结局中的存货不足 大结局中 很多场景都被安排在房间内 角色不停地进行着大道的对话 其中涉及时间旅行 多维空间等令人引前一亮的概念 所以漫威其实更加希望观众能专注在这一点上 而不是像在背景中寻找索诺斯曾拥有的直升机 不过我们还是来细数一下 这集中相对有限的彩蛋吧 来自于多元宇宙的经典对白和音乐 影片开始 各个老角色的经典台四叠加在一起 从Wakanda Forever到I Can Do This All Day 配合着复联四结局 美对和卡特相应共舞的复古配乐 各种回忆杀涌上心头 不过很快 语音就转到了现实 从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的声音 到环保少女的咒骂 从优雅的天鹅湖 再到婉转的至爱丽丝 时间现在不断地延展 从老洛基的Glorious Purpose 到幻世的艾若不坚定执着 又怎会感到悲伤 时间线是一个圆环 终于视角跳出了片头 摄像机对准了七彩斑斓的太空 迷幻中整个宇宙放大 最终在时间的尽头被展现出来 我们发现 神圣时间线并不是一条直线 它竟然是一个环 虽然只有一条 但一圈一圈地叠加起来 似乎没有尽头 然而谁都没想到 真正的尽头竟然是跳出时间线 无处不在的沙漏 TVA的标志就是一个沙漏 整个组织建筑都有沙漏的形状 另外还有两个巨大的沙漏雕像 位于城堡入口的两侧 就连办公桌后的玻璃墙 都是沙漏的标志 顺带提一句 黑寡妇中的红色沙漏 其实是黑寡妇蜘蛛身上特有的标志 苹果 当遗存者初次见到洛基和希尔维时 他正在吃苹果 这显然具有某些象征意义 苹果正出现在奇异博士中 当奇异博士第一次拿到阿格摩托之眼 并开始施展时间扭曲的能力时 时间的变化体现在了苹果上 很显然 这暗示了遗存者同样具有和时间有关的能力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订阅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